慈戒得升天 所有众生想要升天 特别现在已经升天的天神 他就是因为慈戒 慈的戒越圆满越多 升的天福报越大 所以叫慈戒得升天 当然天人的福报是什么 不生病 有钱 家庭美满 那这些世间福报都可以得到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慈戒是他对自己的保障 而且来是升天 人天福报 五戒者 即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喝酒 那佛陀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得到快乐 快乐不是你有钱快乐 不要伤害众生 你就不会被伤害 所以杀身的人 短寿 多病 生生事死 冤心在主 多 种种种种的不好的果报 所以你不杀身 不要去伤害众生 那自己才会得到长寿健康 不偷盗的人 才不会钱被偷被骗 遭小偷 贫穷 那这个方法各位 非常的容易了解 所以 顺便提一下 这个奖军说法 前面就不能走 有些人不了解了 为什么要把他 扑红地毯 白椅子 这个是神在走的 所以你们从中间要 要跑 你也不能这样跑过去 你要这样 一这样 你不能这样穿过去 这一穿过去呢 大家就不注意我了 所以 灵动千江水 不动到人心 所以 特别那些 女人美女 她就喜欢走中间 那更不理我了 所以各位要 尽量尽量 学佛威仪 她有规定的 就像说 全面有普团 那有些人 就拜下去 因为我每次 法会 如果在外面 人家路边走过去 可以拜佛 走到中间 拜三拜 她很尊敬 但是这样呢 有些代表说 她还没有入佛门 还不了解 所以 一般是这样 比如说 你法会比较晚来 那你要在后面 自己拜 拜完以后 找个位置 入座 这样 那尽量不要 不要 因为迟到 已经很忏悔了 就不好意思 往前面 就在后面 就是意思了 那当然 有些 微疑 那各位慢慢 学佛了 你就更知道 当然 一个佛教徒 最重要是 看到 三宝 马上就拜 顶礼 就像刚刚 法会开始 碾香 唱赞 顶礼 然后 这是每天 都要做的 习惯 所以各位 早上一睡醒 刷完牙 洗完脸 第一件事情 就跑去佛堂拜 就是 每天都要培养 拜的时候 点香 供水 拜完以后 感恩祖先 这样 世间的 地基组 然后呢 在家里 也跟父母 问好 那这个是 学佛要我们 学这个 对 对 凡事玩物 该怎么样 尊重 该怎么样 慈悲 那你就了解 一个法 特别是 不杀生 这就是一个法 世间一样 你杀人 要被 抓起来 因为你 就伤害到别人 所以 那佛法也一样 佛头所制定了 不要伤害 其他众生 所以你才不会伤害到自己 你能够帮助造众生 你更能够帮助自己 所以你帮助贫穷人 那你更能够帮到自己 生生世世有这个福报 一样了 我来新加坡之前 天天天天 一直为新加坡 既功德 点灯啊 出钱啊 什么事都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希望新加坡的 弘法 能够有更多人得到利益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有这个前行 前行就是一种 一种利他的悲心 你的动机 而且你要做生意也一样啊 你要做那个人的生意 你要陪他吃饭啊 你要 送礼给他啊 你要表现得很好 给他相信 不然你生意怎么做呢 那佛教更是一样啊 释迦牟尼佛要度我们 他是用他的生命 奉献给我们 他没有奉献过给你 他绝不了这个法源 所以要推动佛教 不是说我书读好了 我就给你讲法 那在你跟他讲法之前 就像一个人要跟他结婚了 要皈依了 之前要谈多少恋爱啊 对不对 来来去去 所以结多少缘啊 忠于他相信你了 同样的 所以各位 你今天你希望度你的家人 你不能说 今天就跟他说 那我就帮他供灯啊 供花 替他忏悔啊 消灾啊 更重要来 超度对方的冤亲在主 超度对方 你明天要跟人谈判 做生意 那你要开始做功德 回向他累劫累世 冤亲在主 父母祖先 这个人要找你麻烦 你更要这么做 这个人一直要找你麻烦 那你更要回向给他父母祖先 然后他父母祖先有福报 他就引导他的子孙 不要去找对方麻烦 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关了 所以对方找你麻烦 你每天晚上给他贡相 给他回向 不是让他怎么再见完蛋 而是让他有福报 他的祖先加持他 他就不会有坏心 他只会有好心 这样了 他不会找你麻烦 一样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佛教说 有人要够你 那你能够念 准提咒 做功德回向给他 这个官司就不会成就 就是这个意思 佛法是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基本上 如果你不想要得到不好的 千万不要伤害对方 所以第一条 不杀害对方的生命 第二条 不偷盗破坏对方的财产 第三条 不要破坏对方的感情家庭 第四条 不要欺骗对方 所以你欺骗对方 没信用了 对方永远不相信 你不跟你做生意 第五条 就是保持一个冷静正确的心态 因为你一喝酒 一喝酒 喝酒有三十六种过失 那过失就让你鬼神附身 酒鬼附身 你就会吵架 你就会乱讲话 你就会开车出问题 你脑筋没办法控制 而且你喝了酒 前面的杀到淫妄 那你就会犯 所以佛教最忌讳喝酒 那特别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那如果你喝酒 你不可能打坐的 所以各位听过我讲一个故事 有几位阿罗汉 他们出去 结果天气很热 到了一个水井 这个水井他们就捞水上来喝 一喝全部醉倒 全部躺在路边 后来人家报告佛陀 他们说他们又没喝酒 佛陀说 哎呀你们阿罗汉 阿罗汉有神通 你不查一下 刚刚前面有一个卖酒的 专门卖酒给人家的酒女 她经过口渴 用她的弯下去 要去掏水的时候 发夹 她用过的发夹又没酒 掉到水井 所以整个水井受污染 因为她身上卖酒的恶业 所以所有喝到酒的阿罗汉 通通昏倒在地 可不可怕 非常可怕的 所以各位以后你出国到哪里睡觉 像我乖乖 要么就自己带床单 我不可能用浴室的毛巾 前面的毛巾是谁洗过的 一晚上一起全身发痒 她的业障马上给你 看对方是喝酒了 你都喝酒夜 看对方是吃肉了 你用她的毛巾就是 就是那个业报 这是如此的 所以修行人你要用什么 至少你要用烂索 进化 所以或是念准提奏 撒撒净水 就像我们法会 那一定要念一遍大悲咒 就这个意思了 进化 撒净 这个地毯现在很漂亮 搞不好这个地毯 前几天人家是在唱歌跳舞吃肉 在铺在地上的 所以各位坐着椅子 所以这些都要全部进化 就是这个意思了 同样就是一个人吃素吃得很干净 你拿一个碗装过昏的 再给它吃 然后那些动物灵就跑到它身上去 因为他们很苦啊 碰到你一个吃素的功德 他就会求你帮忙 就像一只刀子 铁的刀子 你去切过葱蒜 这只刀子永远不能再切水果 因为你切任何水果 都有葱蒜的味道 这葱蒜鬼很厉害的 连铁都钻了进去 然后你这个铁 你洗一万次都没用 你只要切那个水果 就有葱蒜鬼进去 你马上闻到水果 有葱蒜味 所以为什么修行人 如果你要神来加持你 你绝对不能吃葱 不能吃蒜 因为你吃葱蒜 没有护法神 那根本不用讲佛法了 所以连化生大师说 持咒的人不可吃葱蒜 不然持咒无用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一点 那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都有要求 那这样 你要修悲心的人 你吃肉 那你念的佛号咒语 没有加持力 这个意思 因为变成没有悲心 好 所以今天 那你要得到生命的快乐 基本上 不要去伤害到众生 或伤害到你语言 或伤害到你的心态 讲话 妄语 那你就没有福报 有些人并没有很聪明啊 口才不好啊 但是为什么 他家里很有钱啊 他赚钱很容易啊 因为人家不太讲话的 不讲话的人就不会乱讲话 骂人骗人 所以他呢 他沉默是金啊 所以 讲话是个福报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平常不要讲话 像我这个人 平常不讲话 我只有上台讲话 下台不要找我讲话 因为没有气力讲话 也不想讲世间的话 那除非 当然礼貌性 不然我就劝人学佛 我会讲一些 其他我很少 因为这个 让自己 保持口业清净 将来念佛 诵经 持咒 还能够 讲法没有障碍 很重要啊 讲佛法 有障碍 你就讲不下去 好 所以 这五戒 是一切戒的基本 所以所有的戒 都是从五戒衍生的 全人生 去解脱 这根本 你生生世世 不会变动物 做鬼下地狱 那是因为 守五戒 你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长寿 有钱 家庭美满 口才信用好 智慧高 那做人的根本 虽然有些人做人 那不会讲话 脑筋不好 缺手缺脚 那这样不圆满 所以各位 你要生生世世 得到圆满的人生 乃至不会 堕落上二道 经济部还可以解脱 那你一定要 守五戒 经济 发心求授 那当然 希望各位发起信心 守五戒 发起出离心 希望正的解脱 发起大悲心 那一下 当愿众生 受三规五戒 进入解脱 成就佛道 那我们为众生 那功德更大 受以应延迟 那我们受了五戒 就一定要严格 受辞 千万不要破戒 你受了五戒 如果你中间破戒了 哪一天你真的想要出家 你就没资格了 出家 如果你受过五戒 而破了戒 破了戒叫边罪 没有真实的懺悔到业障消除 你没办法得到戒体 你参加一百遍 出家都没用 所以受戒 有受戒的功德 但是不能破戒 当然破戒可以忏悔 但是你要很诚心 不负禁士之圣民 什么叫禁士 有婆社有婆义 叫禁士 禁士难 禁士我们 接近侍奉三宝 就像各位 你今天在家居士 可不可以敲木鱼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敲法器 但是如果你在家居士 是敲法器的 你没有受五戒 或吃素 那你没有资格敲 甚至在大乘佛教 你没有受菩萨戒 不得敲法器 因为如果你是念大乘经典 你自己都不是有菩提心 那你敲的木鱼 那众生不高兴 所以那你要越来 所以如果你要住在寺庙 如果你不受五戒 乃至做禁人 禁人就是 你住在寺庙那段时间 没有男女欲望 像八观在节 不吃肉 你才有接近 住在寺庙的福报 叫进士 那当然我们能够 接近奉事 越接近越好 第四 请圣 那如等既然知道 五戒之大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回会把五戒的 这些详细的 所谓开则慈犯 功德利益 那各位发给各位 我中心都有 各位要仔细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你要了解整个五戒 那你要了解整个五戒